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队行进了一个半小时后 东方露出了晨光 这些从河南 四川 吉林和新疆各地 匆匆赶来的人立即下车 不顾滴水成冰的严寒 开始轰烤着即将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拖拉机头 在燃放鞭炮 气球上舱眷顾之后 人们开始用巨大的钢锥插入雪地中央 随着钢锥砸入地面 一股股水流向上涌出 不一会儿地表开掘出一米见方的水池 原来我们处于一个湖泊的中心 而人们的脚下就是厚厚的冰层 河南人沈孝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至今已经当了46年的渔民 这一次他们打算在这片冰层下 放下巨大的渔网 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东部 扑鱼嘛扑了一辈子了 都比较感兴趣 一说扑鱼嘛就是很远一干 趁出为后吧 沈师傅说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上 这个湖泊名叫博斯藤湖 在如此巨大的冰面上捕鱼 对于他们来说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原来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 就是为了这里兼兵下的渔群 而这次捕鱼啊 沈师傅可是有备而来的 老沈说了 今年他引进了一种先进的捕鱼方法 叫巨网捕捞法 据说呀 这种方法在东北的茶干湖 月亮炮 静泼湖等地 曾经创造过一网十几万斤的高产纪录 那么有人可能会质疑了 这种巨网捕捞法怎么就那么神奇呢 您看看它的捕捞原理也许就能明白 这个巨网捕鱼的关键 首先在于这张巨大的鱼网 人们把这张巨网从这个长不到两米 宽仅有一米的长方形的冰孔中放入水下 网据的两端被绳子拴住 两个可以由人工控制的潜水器牵引展开 这个大网展开之后啊 再由潜水器将巨网两端的牵引绳 送到数百米以外的拖拉机头处 由拖拉机头牵引大网 向前缓缓行进 便可以将水下的鱼群都收入网中 现在啊 老沈的团队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再等个十来个小时吧 就可以将巨网牵引出水面了 此时此刻恐怕所有的人都是满怀期待呀 都想看看这独特的巨网捕捞法 这一网它究竟能捕上多少鱼来 在等待了近十个小时之后 两边的鱼网在潜水器的牵引架合到了一起 两台卷阳机开始同时发力 此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将鱼网拉出水面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令人激动的时刻 因为这一网究竟能打上多少劲鲜鱼 决定了大家这十多个小时的艰辛 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根据我们这个广察和夏广王现在鱼的密度 每一网一队应该在五吨左右 这都算比较低的产能 然而让所有人感到瞠目结舌的现象发生了 长达两千米的巨型鱼网中 竟然空空如也 没有一条鱼的影子 这样的结果让整个东谷队感到十分沮丧 从晨光出现到夕阳夕下 冒着刺骨的严寒 整整一天的劳作 收获的竟然是一张湿漉漉的空网 所有人被这样的结果惊呆了 一时间兵面上陷入了一片沉寂 紧接着在第五天 第七天 第九天 第十一天 老神指挥东部队连续打捞了六网 竟然都以失败告终 沈师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在他46年的捕鱼生涯中 还是头一次遇到的奇怪现象 我从来没牙疼过 就几年这几天搞得牙疼了 就是考虑考虑 这咋回事 王军也没说调整 各种各种方法都想过来了 三人办法都想过来 怎么还铺不上鱼 接踵而来的失败 让这些原本信心满满的人们变得不知所措 您看把沈师傅给急的 这火上大了 从伯茨藤湖开始结冰 到今天冰冻三尺 可以上冰下网 沈师傅他们四十多人 可是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大伙可就没钱回家过年了 这偌大的伯茨藤湖 竟然连一条鱼都捞不到 你说这不见鬼了吗 这不 伯茨藤湖近年来 一直是整个新疆 乃至整个西北 鱼产量最大的湖泊之一 既然伯茨藤湖鱼产如此丰富 可为什么到了冬季 这里的鱼儿就不翼而飞了呢 难不成是伯茨藤的湖水受到污染 不再适合鱼儿的生存了吗 这是测什么 测透明度是吧 水很轻啊 透明度三米一 透明度刚才测了多少 三米一 三米一 那基本上 是非常好的透明度了 科研人员告诉我们 初步的检测表明 波斯藤湖的湖水 透明度很高 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况下 能够拥有三米以上的透明度 这样的水体 表面上看来 不会存在严重的污染状况 但是 要全面判断水质的情况 还有很多更为复杂的指标 保护度是93点多 中间营养的值是3.36 它这个值是比较适合鱼对生长 这样的检测结果 让东部队的灵网师傅沈孝章 更加不解 自己连续十天六次下网 却始终没有捕获一条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也怪 既然这湖中的水 适合鱼而生存 可为什么在东北地区 屡试不爽的捕捞法 在这儿却不灵了呢 问题是 这儿的鱼都去了哪啊 说到这儿啊 老陈我突然又想起了 另外的一件怪事 这是什么地方的事呢 这是乌苏里江 每年的春秋两季啊 在黑龙江的那个乌苏里江上 时常会出现江水高涨 甚至出现大风巨浪的情形 在这个江水高涨的时候啊 原本平静的江心 就会出现规模庞大的 大马哈鱼的鱼群 当地百姓说了 说这是江神给予的礼物 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居住在江畔的贺哲人 就会到这里来撒网捕鱼 那么这种大马哈鱼成群出现的奇景 能不能为波斯腾湖鱼群 为什么消失提供一些参考呢 来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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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马啊 你看 曹师傅告诉我们 这条刚刚被捕捞上来的鱼 叫做大马哈鱼 每年秋天 五花山的奇景一出现 五苏里江中平日多见的淡水鱼 便仿佛受到江神的吊潜 纷纷躲避开去 为大马哈鱼让路 从古至今 人们把马哈鱼的成群出现 是做江河之神的慷慨赠鱼 甚至把这种现象当作纪年的标志 这是马哈鱼吗 这是马哈鱼 这是个公鱼 这是我们今天打到来的第一港马哈鱼 真的 这大沟 牙开挺尖的 还是活的 能拼一点吗 可以 这条鱼它有六七斤吧 六七斤重 特别沉的一条鱼 比土国最大的应该比这大很多 对 这是个小的 现在能放我的 体盖子 看往上 肌盖的方式 五十多公分 这也是条母马哈 它上来的时候还是挺滑越的 这条母马哈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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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 我看见一条活马哈鱼 这条鱼里面这种马哈鱼 它有很多 就是每次滑上来 就是一往 这都是二三四条的 它还能放活跃的 随着鱼民们手中的网越收越紧 一条接一条的大马哈鱼随之出顺 鱼民们使用的网眼直径在三到四寸之间 这样的设计能够保证把尚未成熟的小鱼放归自然 争分夺秒的捕鱼场景 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眼前的场景 让摄制族感到赞叹而又好奇 大马哈鱼的大马哈鱼的大规模出现 果真如鱼民们所说的如此准时吗 它们又为何会每年定时出现在这里呢 为了更加清楚的探明 乌苏里将此刻的鱼类分布 马博士决定 动用先进的雷达探测技术进行调查 这是我们的鱼探仪 这是我们的鱼探仪的探头 我们要把这个探头放到水下 通过这个探头的发射声波来探测鱼群 这个步行就是通过我们的发射器 探头发射器发射的声波返回的图像 所以咱们水太浅 咱们还得往水深的地方 对 我们还得到水深的地方去 就是鱼的真正有鱼的地方 我们去探测它 不一会儿 鱼探仪上出现了大量的信号 往往在水下的信号都是鱼啊 或者是水下的物体反射的信号 在水底以上的信号呢 一般都判为鱼 就是浅蓝色的这一些是吗 对 我感觉是应该有很多 像这样的一个信号 应该都是大马哈鱼的信号 主要是通过它的颜色来判的 这样一小数条是一条鱼的意思 对 看起来还是很多的 对 我们看一下 特别你看在这些信号中 水深变深 你看水深变深的时候呢 它在上面有一些 特别强烈的信号 马博士说 此时的江底 有大量的大马哈鱼 正在逆流而上 鱼群的信号 几乎布满整个河道 专家说呀 说这种现象呢 其实是鱼类的一种生活习性 也就是回游 而回游呢 一般分为三种 索尔回游 月东回游 还有产卵回游 而大马哈鱼呢 则属于产卵回游 他们生于清澈的溪水之中 这个一旦出生 便沿着河流向海洋游动 等长大成熟之后呢 又不吃不喝 从海洋沿着江河逆流而上 按照当年去往海洋的原路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繁衍后代随即死去 那么博士藤湖中消失的鱼群 是否与回游有关呢 如果与此有关 那它属于哪一种回游呢 如果与此无关 那它们又都去了哪呢 为了更详细地考察 这一带的地理特征 考察组驱车离开了湖面 来到了正对着湖水最深点 位于湖泊南岸的一片山丘之上 登上山丘 我们很快便发现 这里的植被非常低矮 稀稀疏疏的灌木 成为了这里的主要植被 专家告诉我们 这座山里 位于博士藤湖南岸 宽度超过了五十千米 我们所在的地方 不过是其靠近湖泊边缘的部分 正在这时我们发现 在远处山梁之间的开阔地 出现了一些高大的身影 当这群身影走近后 我们发现 这竟然是成群的骆驼 骆驼的出现 让科考族感到十分好奇 因为众所周知 骆驼是一种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动物 不应该出现在大湖的边缘 究竟是这里的骆驼 习性发生了改变 还是另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当考察组将地表 深深的积雪拨开 我们惊讶地发现 脚下竟然早已是一片金黄的沙粒 查阅资料后 我们发现 这片沙漠 很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粒 在远古时 顺着风向 移动到了这里 高达数百米的沙丘 绵延三十千米 一路与湖泊南岸相连 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专家推测 尽管沙丘与湖泊相连的地方 是整个波斯腾湖的最深点 但是这里一定不会有 大规模的鱼群 既然是波斯腾湖的最深处 那应该是空间啊 温度适合 应该是鱼类过冬的最佳场所呀 但是为什么 这里就一定不会有 大规模的鱼群呢 专家说了 说波斯腾湖南岸的 大片的沙漠 就告诉了你 这其中的原因了 这片沙漠呀 确实很大 它与这个湖泊相连 在水下就形成了 面积广阔的沙滩 你看咱们人类 一般都不愿意到 沙漠中去生活 那就是因为 沙漠地区环境恶劣 资源匮乏 这鱼儿其实也是这样 它们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考察组在观察湖水深浅的同时 还需要找到什么地方饵料丰富 这可是有点难度 在波斯腾湖广阔的冰面下面 哪里才是水深合适又饵料丰富的水域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 考察组发现了 在波斯腾湖的西北方向 是一片开阔而平坦之处 远远望群的应该是一片水深植物吧 绵延起伏 所以考察组决定 驱车前往 也许会有收获 当我们驱车沿着湖泊的边缘 来到这片平坦的开阔地后 眼前的景象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这里竟然密密麻麻 长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 这些芦苇平均高度接近六米 最高的能够超过十米 放眼望去 简直就是芦苇组成的太郎 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专家感到十分兴奋 他告诉我们 正是这一带处于天山脚下 天山溶水在进入博斯腾湖之前 会流经这一带广袤的平川 这里地下水位很高 土壤中各种养分充足 加上新疆强烈的光照和温差 使得芦苇在这一带成为了优势物种 粘延百里不绝 而如此大面积的芦苇在这里自然生长 意味着博斯腾湖的西北水域中 很可能拥有大规模的鱼群 这样的推测 使东部队再一次坚定了信心 他们立即将巨型渔网 运至湖泊西北角 这个叫落霞湾的湖湾旁 再一次破冰 又一次下网 这一次能够盼到期待已久的 丰厚回报吗 天色又一次暗了下去 在一片星光中 出网的时刻又一次来到 突然在昏暗的灯光下 鱼网中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身影 越来越多的大鱼 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一网将笼罩在东部队 每个人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 看着源源不断 周身冒着水汽的鲜鱼 博斯腾湖终于向这些冰封冒雪的人们 敞开了自己的大门 直到第二天黎明 幸福的收获仍在继续 这一网 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渔民 终于可以满载着大自然的恩赐 迎接春节的到来 人们终于在尖兵之下 期盼到了严冬中丰收的喜悦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 科考队终于发现了这里 鱼群在冬季的一些生活习性 同时对博斯腾湖周边的地理环境 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就拿博斯腾湖边的那片芦苇丛来说吧 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芦苇基本都没有叶子 那叶子去了哪呢 其实这些叶子就在水中 它们在水中逐渐的腐败 形成了厚厚的腐植层 因此就吸引了大量的微生物和水生动植物 在这里繁衍 从而也就为鱼儿们提供了充足的饵料来源 自然界就是这样 环境在不断的变化 而生物呢 便会本能的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 去改变和选择适宜他们生存的栖息之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